这盘棋呢,红方一狙一兵一炮一马 而黑方这个马站住这个位置 黑方,红方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将此黑方 吃相一将,只有上将,然后弃狙 这个时候只有硬士吃掉,这边有马 一将的话,将下不去 然后再跳马一将,只有进将 再一将,将直接摆到这边来,再拼拼一将 形成了沙棋,这盘棋叫雪庸难关 再欣赏一下,首先吃相一将 只有上来,再七局一将 就落掉,再跳马一将,只有进将 然后再炮九平五,一将 这个马,在这个位置,它跳不开,跳不走 硬弩在这,再平平一将 就形成了沙棋,这个炮也挡住了这个将 下半就会放下来吧 再从这个上来 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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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